新北市淡水區沙輪路旁邊可以看到有一條提供公眾通行 而且綠美化相當完善的步道 里長說過去這條步道石階因為使用了十多年老舊失修 有些損壞 而新北市議員鄭宇恩不僅是協助將步道修復 而且還爭取設置了兩座的體建設施 讓這一塊綠帶公園功能更豐富 它的這個石階也是有年久失修 也是有一些鬆動跟起伏不定 那之前就拜託鄭宇恩議員來這邊現場會堪 然後順便請這個議員這邊 服務處這邊幫忙爭取這個體建設施 里長表示原本這裡早在十多年前就是公共區域 經過公所失作了一些步道 現在年久老舊 好在有新北市議員鄭宇恩的協助 將步道修復而且增設許多提供長者的運動設備 對此議員也說運用這一塊空間能夠有效的活化 讓市民有更便利的運動場地 沙倫路151巷的巷口這邊利用綠帶做了一個體建設施 那這個地方也是里長特別建議說這個其實這塊綠地可以更好的來使用來利用 所以我們就跟里長還有公所一起把這裡打造出一個體建設施的一個運動的軸帶 希望居民可以來這邊坐一坐然後也可以順便運動一下 那這邊的環境真的蠻舒服的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議員表示沙倫路151巷口的這一條綠帶 原本只有崎嶇不平的石板路 在里長的建議之下運用市議員配合款 60萬元一起規劃出更舒適而且具有休憩機能的空間 包括了體建設施平坦的步道 還有明亮的燈光及休憩座椅 也非常適合附近的居民來散步時 隨時都可以運動灰灑汗水 記者曲端一帶水採訪報導